OK,我们现在看这场比赛,来对成龙对战小孩这场关键的对局,左边是成龙,右边是小孩。 场前大赛继续开始,刚才成龙是淘汰了,呃,打下了VV,面对的是2匹小孩。 广东小孩对战,湖北成龙,这里神龙接着开始一场比赛,单挑,打着粉色皮肤的神龄色被龙哥打的也是不要不要的,完全没有找到感觉就已经倒下去了。 龙颜大狱啊,小孩不过如此嘛,你的神乐结合。 目前小孩还剩下两块血了,成龙这边是三块满血。 龙哥这是觉醒了吗? 好了,碰到小孩这里套路了,小孩直接上赛练之不振,最佳两个动拳之后,小孩的血量已经所剩无几,还剩下最后的三个不到血量。 绝对超龙能赢,刷个6,绝对小孩能刷个6,咱们来看自己拆的对不对。 从此打出来,现在这个节奏打起来,小妹目前小孩的血量非常的被动,还剩下最后的两个不到血量。 时间还有20秒,小孩加油,好的,这一个下盘偷袭成功,马上必须要缺点爱黑大蛇地。 果不起来,爱黑大蛇地命中。 小孩回到了中间了,只是这里小孩非常被动,他的血量只剩下对方的两个重攻击,两个飞踢,两个重拳,重腿都可以了。 这一反击,龙哥现在不断发起激攻,这点血量不要再打防守了,成龙继续压剧小孩。 白兵蛋打得,还有27秒,划铲没头到,这个是无责任的,卖主没有办法缺板,只能废弃,好了,又是一个前冲走刀,堵你起跳。 最后一个人了,还剩下一个八神鞍,打对方的两阶级两血了。 龙哥开始,抽下盘清晨,确认手刀三段。 后第一波,来,小孩AB马上,欠范小孩花三段。 将堵层龙的身后,可惜龙哥现在中手碰到八岁前三发确认。 一股能量再次给了卖主,后面还剩下一个布置火舞了。 八神打布置火舞有点难,还是有机会。 就是不知道从这三根气的布置火舞确凡,挑逼他热风。 反应还是在的,龙哥的反应还是在线的。 就是一个下单发圈了。 小孩只想说一句妈的好气啊,居然被干了。 静よ!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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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